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拉讲球 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 往前截击的击战术 往前截击是比赛中最有利的得分武器 后场的来回拉球实际上只是在创造机会 那么我们说往前截击需要几个要素 一个是正确的握拍和挥拍的方式 第二是准确的预判和站位 第三是积极的跑动和观察 好,我们下面来看几个实际的比赛案例 这个球是开柄发球 肉饼回球 两边底线对拉 上面是底球回球很深 肉饼回球稍微偏软 那么对方自宾就抓住了机会 我们再看这个球 阿虎的发球 一样双方底线对拉 但是注意看这个时候 准确的跑位非常漂亮 准确的预判了对方的来球线路 然后一个截击回到对方的空档 我们再看下一球 这个球是自军发球阿虎接球 注意看准确的跑位 他一直在观察对方的回球选手 这个球底线 底线回球尽管选择了变相 但还是被张中生准确地预判到 一个高空阶级 这个一样 阿虎的回球软 而且是靠近中路 被准确 被准确 两个截击打不同的线路 对方可以说毫无办法 再看下一球 阿虎的发球 准确接球 双方底线对拉 然后自军在前场跑动 这个球是准确想打个穿越 被Robin准确地判断 然后拦截到对方的空档 再看这个球 自军发球 阿虎的回球直接偏软 打在中路 还是一样 被Kevin准确地在中间拦住 再看下一球 一个大立发球很漂亮 先回球也是偏软 Robin准备 没有过往 这个球如果过往的话 肯定也是被 被Robin可以拦住 我们再看下一球 这个球是一样 也是揭发球偏软 所以被自军 直接拦网得分 这个球是后场在掉 然后 这个是一个 其实不是往前了 是退后一步 但是刚才这个球 自军的手型 掌握得非常巧妙 这就是我们做握拍和挥拍的 这个艺术 我们看这一球 掉了一个往前球 阿虎上网 推对方的空档 中场拦截 回球 然后 这个是主动的跑动和上网 阿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 全场拦截得分的机会 现在双方对拉 回球 阿虎一样 还是阿虎的回球偏软 想挑高球 但是被准确的 自军拦住 这个球Robin判断到落点 想发力拍 这个就是判断到了落点 跑动也到位 但是拍形 和会拍的方式 有一些问题 我们看 再看下一球 这个是 皮特发球 Robin准确的跑动到位 两次拦截 很漂亮 再看下一球 对手发球 Kavin 底线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对 所以我们说是 底线的选手 要给对方足够大的压力 在这个情况下 前场的选手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判断 对方的回球线路 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很容易 蓝王得分 我们看这一球 Robin的发球 角度不错 对方是个女选手 好 皮特这一球 可能出界 但是这个球的位置很好 现在是皮特发球 对方女选手 看Robin能不能挡住 漂亮 中场的拦截 对方女选手很顽强 居然接回来 双方对拉 给对方一个拦截 可惜下往 再看下一球 皮特的发球 女选手接球 一个后场 掉高球 给对方一个很漂亮的中场拦截 然后对方 双方 你来我往 两次接击 在后场再杀对方 我们再看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案例 皮特发球 我们看Robin的站位 他站在中间 然后判断到对方想穿越 然后靠跑动 把球回给了对方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 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 实际的比赛案例 有业余的 也有职业球员的比赛 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 带给大家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